哈哈哈 好酷耶 哇 豬肉也吃不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傅冠杰 歡迎來到FULA 我今天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It's my first time on 台大 我一定是台灣的第一大學 我從來沒有來過 然後我的朋友KK呢 在這邊讀書所以今天 我要去...這樣算串門子嗎 我要去上課 我要去學土耳其文 我現在正在找那個建築 我還不確定在哪裡 你們準備好了嗎?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你先來訂閱 加入我們FULAVE家庭 每天做不一樣的事情 每天勇敢的做自己 好 走吧 走吧 找到人找到人 哈哈哈 你知道嗎 這個人我在找他 同學同學我們去上課 好好好 Let's go let's go 這裡很大耶 很難找耶 對啊 你還不知道這裡有籃球場嗎 沒有啦 因為我忘了在哪 這裡啦 所以我以為KID說 他學土耳其文是找一個家教 或什麼東西 然後一些學生在跟老師 結果我不知道這是一門課 我就跟你說要上課嗎 土耳其文 然後你又說老師很Chill OK 所以很酷耶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大學上課 台大而且是No.1 老師 老師好 我日文也是日文 不是不是 我們要認真一點 你怎麼做呢? 我忘了 你怎麼做呢? 人回答 2 飞飞打飞 飞飞 解 reduced 解 reduced 解 Visual 我們下課了 要去跟老師說謝謝 要用土耳其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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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謝謝 OK嗎 謝謝 我以為是在笑的 然後我以為是 應該會問他是Ben 我以為他是自己名字 想要再謝謝 他說我Footage不夠 當然還要繼續拍啊 我覺得這樣很特別 就可以來旁聽一些課 如果你對什麼有興趣 就可以直接到台大 這個老師說他歡迎我隨時來 但不是每一個教授都可以這樣 如果你有認識 剛好就可以 你還有什麼有趣的課去學一下 謝謝 常常都會有人請我喝東西吃東西 但我都會忘記味道 我一定是剪刀石頭布銀兒 什麼 沒什麼 沒事 剪刀石頭布銀兒 好 是好吃的珍珠 你知道他們裡面只有一份珍珠 然後他居然說 你不要珍珠對不對 你不要珍珠 自己在那邊喝得那麼好喝 這個茶真的很好喝 這個珍珠超好喝的 好 沒事了 男人請人家喝東西是這樣的 我請你喝東西喔 但是珍珠是我要的 為什麼要請你 這其實也蠻多吃的 你有吃過哪一家 我很少在這邊吃 有什麼還有 今天委員會的喜愛講徹底的 你拿阿美食 有人留言說他想看美食 所以今天就美食 手工魚丸跟貢丸 應該是不香 很香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是跟著我feeling進去 我剛剛說 這家應該蠻好吃的 你看這個reaction就是 不覺得很好 真的配合你 配合你 好啊你沒有吃 你給我吃 好啊 我有東西要公布了 馬來西亞的Food of Family I'm coming Check it out 1488台幣 I'm going 要來嗎 不要用貨 我先不要用貨 要不要來 要不要來 蛤 Yeah Yeah OK OK Let's go 馬來西亞見 這個news is too exciting crazy 賢品很新店 三順加桑桑 你可以加肉嗎 我現在賣完了 喔 你可以幾十香蒜 或幾十沙沙 因為全部加的話 這兩個可能會很重 我去過印度之後 我現在就可以評價說 印度食物好不好吃 因為以前沒有去過 所以 吃了大概十幾天的印度食物 現在來看看 剛才那個是印度人嗎 好像是吧 對 印度朋友可以跟他聊天 所以他吃 喔 很好吃耶 但是跟我在印度吃的完全不一樣 他這個東西 比較軟 他的料是包在裡面 我們在印度吃的時候是 餅然後料是放在上面 你自己想加什麼 而且他這個馬鈴薯很特別 你還在喝你的珍珠奶茶嗎 對啊 好喝嗎 超好喝的 超好喝的 真的 你有沒有這種朋友 就是 我跟你說 這個餐廳超好吃的 但是我不帶你去吃 我自己吃喔 這個 他就只剩一份珍珠了嘛 你上次也是吃 起司跟雞蛋嗎 我餵我吃肉 超酷的 我要吃肉也吃不到肉 What the heck 是怎樣 我第一次吃這個馬鈴薯對不對 好啦 馬鈴薯這個很好吃啊 但是我相信肉的又更好吃 肉真的很好吃 我剛才第一件事情問他就是 可以加肉嗎 就沒有肉 Bacon 你叫我嗎 怎麼會 你嗎 你是Bacon嗎 怎麼會有人想要買Bacon 你怎麼 我剛剛聽到K 我叫Bacon 你就啊 你叫我嗎 你會想要有Bacon嗎 好怪喔 而且這是好肥的那種 不是那種煎過的Crispy 它就是肥肥的 Pisali 怎麼聽到Pisali Pisali是哪 雞好吃很多耶 你有看到我在笑嗎 下次請你請 你可以安慰我一下說 原來這個Potato也蠻好吃的 所以它也好吃 但是它這個 你知道這個雞好吃好多 你吃這個 不是啦 這個也好吃真的 是喔 對 只是雞更好吃 好好好 我也覺得這個好吃 對 好 我覺得我們這裡 大學區逛晚 今天影片就到這 Full Up Family 你們今天過了好嗎 今天有沒有做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不管是走不一樣的路 點不一樣的菜 喝不一樣的東西 跟一個陌生人講話 交個新朋友 Anything Let me know 好啦我們明天見 記得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我們Full Up家庭的話 現在訂閱 加入我們 每天做不一樣的東西 勇敢的做自己 我們明天見喔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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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好吃喔 Bye 歡迎來到 Bonus片段 我們Full Up Family 有人說 騎腳踏車拍的話 應該也蠻酷的時候 今天就有騎腳踏車帶你們走 晚上騎腳踏車還蠻舒服的 摩托車很多 其實我們在美國很少看到機車或摩托車 因為可能路程太長了 大部分人都是開車 現在我習慣了 但我剛來的時候超不習慣的 到處都是機車 騎個腳踏車會擔心旁邊有機車鑽過來 可是住久了之後發現機車還是最方便 因為有時候會塞車 然後機車就可以鑽來鑽去 鑽來鑽去小巷子也可以 而且停車方便 到處跑都方便 我今天其實 沒有跟你們分享我學土耳其文的感受 趁現在帶來給你們分享 我覺得呢 土耳其文好難喔 OMG 因為它有一些字是 完全跟英文不像 所以也猜不到它是什麼意思 但有幾個像 還蠻像 就知道是彈鋼琴 但有一些字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它有一些字後面 還會加一個 X的音 BORBORSH 雖然它後面沒有S 但你就自己 要加一個 X So pretty hard 我覺得真的要學的話 可能要學很久 但是我今天進去的時候 我是 第八堂課 開始上 所以 進去的時候已經很難了 maybe如果從basic的話 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那個老師好nice喔 初教授 他說我隨時要去讀都可以 我就覺得 So friendly I'm still amazed 因為 就等於可以有免費的Education I love it 我曾經說過 如果你不確定你喜歡什麼的話 可以去多嘗試 你可以去試鏡啊 你可以去學任何東西 我覺得 如果你還不確定你自己喜歡什麼的話 你也可以去 Step into一堂課 看看你有沒有認識誰 或是你直接去哪一個學校 然後你問問看有沒有人 有在上哪一科系 你就問問看你可不可以旁聽一堂課 我相信 一定會有人答應的 maybe你需要問 超過一個人 maybe你需要問三個人 問五個人 問十個人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試試看的話 你就多問一點 and then you can try it out 你就知道 這堂課系你喜不喜歡 像我今天雖然我覺得 土耳其課 還蠻好玩的 可是我對於土耳其文 沒有很大的興趣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目前啦 是不會學 so at least I know 我沒有試的話 我完全不知道 或許我哪一天 學到什麼語言 是我覺得 oh 我很喜歡很喜歡 然後我就開始讀了 and it could be for anything 不一定是語言 yeah 你可能喜歡science 或者是喜歡 counting or anything As long as你試了 你就可以判斷 但你不是 只是用想的話 只是聽別人的建議的話 我覺得很難真正的知道 because 別人喜歡的東西 別人不喜歡的東西 不見得跟你一樣 自己也要判斷 That's just my advice As always 不管我講什麼東西 just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我覺得 我的答案不是都對的 but at least 我願意去嘗試 這個已經有點長了 Alright 我們還是明天見好了 Good night Flula family Bye Bye